1、2、3 被大泡泡包圍 科學實在是太好玩了 还有竹节虫出体验 我感觉养养的 自然是我们的特色 所以今天呢 我们大概有介绍了 我们养的竹节虫 对 那还有我们任养的雪雕 还有天竹鼠 那当然我们小朋友养的青蛙 我们今天都有带出来 哇哦 还有不同品种的青蛙 跟小朋友见面 找一找在哪里呢 这蛙其实还蛮会 在这里在这里 你有看到吗 除了感受生物魅力外 还要对大家动动脑 六形六色数学区 让小朋友们玩到不想回家 有镜面的模仿 然后有光影的 然后也有一般在 我们平面上的铺牌 或是在小黑板上面 做立体的铺牌 那另外我们也跟课程 做了结合 把基隆的印象带出来 那你可以用六形六色 来拼出我们基隆的老鹰 我们的竹谱坛 我们的基隆的人 还有轮船等等的图形 教育处在陈济转运站广场 举办童话艺术节 大班作品展系列活动 吸引满满的人潮 基隆市政府 童话艺术节的 压轴的活动 我们教育处呢 在大鼎棚底下 举办了我们今年 大班幼儿作品展的系列活动 白天呢 我们爸爸妈妈跟小朋友 可以到我们的大灵笼底下 体验我们幼儿园学习区的魅力 我们邀请了15个小幼儿园呢 在现场设摊 把我们基隆市幼儿园特色课程 都搬到现场来 让爸爸妈妈做体验 也能够认识我们基隆幼儿园的一个特色 那晚上呢 那我们则在我们基隆最大的投影荧幕 就是演艺厅的一个外墙 把我们基隆今年65间 1500多件的小朋友的作品 拍摄成影片 投影在这个全国最大的投影墙 让我们的小朋友 有的作品都能够 让所有基隆市民看见 那也能够透过影片 永久保存他们这一次 五岁作品最难忘的一个回忆 上午的活动呢 我们也邀请了 有医院到现场来表演的幼儿园 自由参加 把舞台给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 来进行表演 那也邀请表演艺人 跟亲子一起互动 现场非常的热闹 今天我们预计 会有三万名的家亲子 一起来参与 活动真的非常热闹 15个幼儿园特色学习区 内容丰富多元 动静态展出生活好评 这次带妹妹来玩这个活动 收获满满 原来基隆寺各个幼儿园都那么用心 然后也是感谢小爱爸爸 办那么大的活动 让我们参加 尤其是泡泡很好玩 对不对妹妹 对 透过活动呈现幼儿园多元的游戏课程 适逢新学年招生季 家长也可以更深入了解幼儿园特色 也增进与亲子间的互动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